歡迎收看 真的 黑人哥 我覺得減重這件事情 一人一個劇本 也許你有笑的 我不一定有笑 對 就因人而異 還有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 還有天生下來的體質也不一樣 對 我有一個同學 我的姊妹濤 她從以前到現在 即使我們已經更年期 每個人都會多少一些發福 可是她還是很纖細 真的 妳有更年期 怎麼可能 妳那麼年輕 對啊 妳根本二十幾歲而已 好難啊 開始啊 開始啊 有什麼症狀 不知道會有什麼 沒有 我前一次才去做 身體檢查抽血 醫生說我還沒有 我很年輕 但是我們這個年紀 我的同學有的大概四十六七歲 就有症狀做來了 台灣的女生平均年級 大概五十歲上下 五十歲以上開始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她荷爾蒙開始改變 沒有雌激素了 所以開始會有潮紅的現象 腦下垂底會開始有一些 潮紅 分泌一些刺激的一些因素 什麼潮紅 就是臉會紅 臉會紅這樣子 然後脾氣也會稍微一點 能會停筋嗎 對 就是MC會開始減少 就沒有喝 是今天這一集嚇跑了 我已經平了 我已經平了 平了 平了 對 都是你一直 好肯救你 有潮紅嗎 有 沒有 沒有 沒頭要講這件事 不要亂講話 好 講我姊妹頭的事 好 熱潮紅跟這不一樣嗎 很近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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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是一樣的症狀 熱潮紅 我不敢講 體質 體質 我是真的體質有差 因為我那個同學 他從小時候 就是很纖細的身材 他到現在都還都是 太接話了 體質的問題 體質的問題 對 今天要講的就是這種 好 不負胖的節奏 怎麼樣不負胖 來 歡迎來賓 首先第一位 剛剛笑我笑很大聲 沒有 跟你站在同一陣線 對 而且我說真的 我剛才以為你是青春奇異 好重 歡迎最美麗的小千千 敬請 減重達人 我說第一 沒有人敢說第二 歡迎 好 請想歡迎 上班主持人的 白友老師3 大家好 平常生活的壞習慣 就是你肥胖的最大的殺手 好 好 請想歡迎 最美麗的是 上丑媽咪韋汝 對 你重不重 每次都要檢查 自己肚子有沒有三層肉 對 韋汝 好 請想歡迎最帥的 簡重醫師 邱正宏 邱醫師 好 單純的瘦不一定是美麗 但是內在有深度 外在有弧度 健康有保固 才是真美麗 來 我們看一些日常習慣 首先是什麼 愛喝冷飲 生菜沙拉 身材就會四肢容易浮腫 醫生專家都有講說 生菜沙拉要少吃 因為生菜沙拉是冷的 所以他就說盡量能吃 就是燙過的比較好 所以我也改了 因為我本來很喜歡吃生菜沙拉 但是我的就是四肢的水腫 就還是很嚴重 後來就是我朋友推薦我用這個 就是它會代謝比較快 讓我就是水腫會比較改善 然後它質地就是大概是 乳霜狀的 然後它擦起來是還滿清爽 而且像我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也比較不會就是什麼 刺濕熱熱或過敏之類的現象 那其實我覺得是很有效的 不過就是一開始用比較沒有感覺 可能要用一陣子 然後我是最近去那個 SPA媒體師那邊 他有跟我講說 其實我四肢水腫真的改善滿多的 真的喔 真的有效應 對 然後像我推薦的就是像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就超適合夏天用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 就是你會覺得水 就是腳很腫 但有時候其實是因為 有時候一整天 那你回家其實脫下來的時候 會覺得腳超熱的 就是腳很像超熱的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會說它適合夏天用 因為它是那種就是 有點像薄荷的那種凝膠 冰涼感的 對 然後而且它打開的時候 它是有這個滾輪 它是很特別的 怎麼用 然後它擠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這種凝膠狀 真的 對 然後你就擠在腳上 然後你就搭配它這個滾輪 你就是由下滾上去 你擠邊滾 它只能用腳嗎 可以用別人的地方嗎 其實它就是手腳都可以 對 手錶都可以 好方便喔 因為它這支產品 因為它是凝膠的 所以有一些上班族 它可能長期需要穿絲襪的 它也可以抹在絲襪上面 絲襪可以 不會... 它會透過絲襪吃到皮膚裡面 真的喔 那絲襪不會想像就能動耶 真的啦 不會... 因為它就是它的濕地很方便 所以你會覺得真的還滿舒服的 然後你一用 就是其實你在家裡 如果一試用的話 你會發現兩隻腳大小 馬上不涼 方便性很高 對 但是就要不適用太多 因為它真的很涼 它很涼 對 它真的很舒緩 妳不是喜歡涼的 對啊 所以我這個絲襪用... 沒有啦 要... 妳不能厚的 要一般的那種透骨色的 妳看他有沒有說 要透骨色 妳腳可能不要踩這麼多 要一直打草了 我是想說給妳一點熱情 因為最後一集了耶 熱情... 像我的水腫救星 就是之前不是一直都打很夯的 那種睡眠的機能 就是它會很緊 對 然後它就會讓妳 因為它是用緊實的原理 所以睡覺的時候 就能幫妳消水腫 消水腫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的有用 後來它又出了加強版 就是連屁股這邊都一起 把它坐上去了 然後它是說它還可以幫妳 邊睡覺的時候邊翹臀 所以妳就把妳自己塞進去 然後就睡覺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是覺得真的是 消水腫的功效還滿強的 我要買... 現在又有加強版的 是在下面有按摩穴道 是這樣子真的壓腳跟穴道 睡著幫妳用穴道的 是嗎 真的最新的 邊睡邊按的 對 邊睡邊按的 然後我要去買 不過穿這種睡眠外 還是經常就是睡前兩個小時 不要吃東西 是喔 為什麼 對 因為妳吃東西 妳還在消化妳 是拉到妳的腰腹部 對 然後妳不要穿了之後 在睡前又喝了一大杯牛奶 或一大杯水 不好吃 那妳的代性能力又下不去 全部都壓在那邊 對 對 像我自己也是手腳都很冰冷 然後有時候冷到冬天 妳會覺得睡不著覺 就覺得腳好像冰塊一樣 對 然後人家說喝薑茶 熱薑茶有可以改善這個 但妳自己要用薑又很麻煩 然後我朋友就在美國的 有機超市幫我找到這個 然後它是把它做成像茶包一樣 很方便 對 很方便 你就可以放在妳的保溫瓶裡面 然後就可以喝 然後我真的覺得 那個血液循環會比較好 老師 妳要不要喝 好茶包喔 台灣也很特別喔 還滿特別的 美國買的喔 超商有機 而且它是有機的 有 美國有華人 有華人的 也會天氣比較冷 好香 很方便 而且它很好喝 一點都不嗆鼻在家 因為我非常喜歡喝薑茶 對 而且又聽到是有機的 而且它那個茶包 好像磨得碎碎的這樣子 對 這樣子 怎麼了 是薑嗎 對啊 是薑茶嗎 還是它是富方的 美國人的薑茶 感覺是花旗生 你看錯了吧 是花旗生吧 薑茶還是薑茶 給老師看一下 給老師看一下 英文英文 不好意思 我們也英文人 真的 Ginger 可是聞起來是薑的味道 不是Ginger還是精神 對啊 是薑茶 是Ginger 對 是薑沒錯 但是感覺喝起來是 有一點花旗生的那個 它可能有一些富方在裡面 有富方 不錯耶 這個 安生你買吧 這個 妳想要嗎 老師送給妳 不... 千文不要 Trader Juice 送... 快點送... 一定要送 對 情形... 情形都不穩定 送... 送 還一次熱情 送來的 妳就收下吧 人家教律還一點心意 我只要這一杯 三次 觀眾會罵 要私底下 對 私底下 了解了 沒有... 謝謝... 像是水腫的話 真的我也比較遵循古法 像薑茶 紅豆水 黑豆水 都是一般最傳統的方法 一般我們在泡紅豆水的時候 一定都粉末對不對 還有黑豆水都是粉末 沒有 我今天介紹這一包 它是這樣一包對不對 我跟你講它倒出來 是真正的黑豆 真的 黑豆水 讓你看得到這樣一顆一顆的 那通常我都把它倒到保溫杯裡面 像我今天保溫杯滿大杯的 我就放兩包 然後就這樣 因為它一包可以沖個兩三次 然後我通常就這樣隨身攜帶 這可以消水腫 就是可以消水 紅豆水也是 它就真的有顆粒在裡面 你看一整顆的在裡面 而且它泡過之後 真的就黑豆膨脹 然後黑豆也可以吃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吃 因為黑豆吃進去其實就是澱粉 如果你怕吃到澱粉的話 就可以直接這樣喝 然後可以沖個兩三次 然後就很濃很濃 真的嗎 黑豆水 可以沖到顏色變淡了 對 然後還有紅豆水 黑豆是四製的嗎 對 就是它低溫烘焙 就原始的黑豆 是讓你看得到黑豆的 這不會怕嗎 安心 不會怕 你不要吃黑豆 就不會吃到它的澱粉 你就可以吃到它的纖維 維生素 吃到一點點沒關係 沒關係 還有紅豆水 其實它是天然的沒關係 然後這紅豆你看它也是這樣 真的有紅豆 就是你烘焙過後 它就變碎了 就是一整顆完整看得到 你就會比較安心 對 就不會擔心吃到一些化學的東西 好 對 我今天加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黑胡椒精油 黑胡椒 是不是可以放蝦進去 黑胡椒牛排嗎 牛排醬 真的是黑胡椒 黑胡椒豬排 對 就是那個黑胡椒 牛排醬的 牛排醬 真的是黑胡椒 它會有那種去身體濕寒的功效 像我們泡到加水一樣 對 類似的 老師可以用真的黑胡椒取代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萃取過黑胡椒 那個顆粒果實的精油 會代謝的那個 對 然後可以這樣泡進去 你的手借我泡一下好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那就這樣泡著 會燙 黑胡椒豬蹄 豬蹄 不是 我聽說有看到的 你最實在的粉絲 我是你唯一的粉絲 你看 你看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加精油的話 通常你水潑上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片水滑下來 對 不過你看我現在水潑上來 它有精油 它就會變成像一顆一顆水珠這樣 萬一你拿起來 你指甲全毀了 你會翻臉 不會啦 這個不會 不會 那你往下聞一下 有沒有香氣出來的 有對不對 無料 滿香耶 滿香的 而且它味道好像變成統一了 對 就是沒有那麼複雜 對 然後玩 你現在沒有要泡那麼快 大概泡個 我的手為什麼變那麼紅 泡個五分鐘 你的手變那麼紅正常嗎 因為人啊 為什麼這隻特別浮起來 為什麼 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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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把它擦乾 什麼東西 來 借我一擦 擦乾之後 你看你的兩隻手 你看 真的喔 這個是有泡的 白了耶 還有白耶 有看到嗎 就變得比較潤一點 比較白一點 真的 比較白皙一點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樣子 簡單的方式 滿香的耶 如果說你要保養得更完全 你就可以在泡完之後 加一點簡單的按摩 好厲害喔 如果各位 你們有下肢腫脹的問題 真正醫學上有根據的 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 你要收縮你下半身的肌肉 懂嗎 我舉例 假如我們現在上班族對不對 你現在坐在電視器前面 或者你坐在辦公桌 你就腳這樣一直收縮 這樣 一直動 可是這樣不是在抖腳嗎 不是抖腳 你不是抖 你是上下 上下 或者你把一隻腳 抬起來離開地面 這樣的話 你肌肉就會收縮 它會有一個力量把水分擠回來 就是運動 對 就是讓肌肉收縮 就是要動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緊繩襪 剛剛蕾蕾妳有拿那個緊繩襪對不對 那個也是一個方法 對 你知道有的人下肢嚴重 腫脹到什麼程度 靜脈曲張 對 靜脈曲張就是要用彈心襪 才有辦法把它拉 是這個道理的 還有一個就不要吃太鹹 不要吃太鹹 因為鹽分太高 也會讓水分基礎在我們的細胞當中 不要太鹹 對 第二個日常習慣是 狼吞虎咽 暴飲暴食 腰腹臀部肥胖 大背曲是這樣嗎 好可怕 對 因為你暴飲暴食 通常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熱量過多 對 熱量過多的話 尤其是我們女生 如果熱量過多 容易堆積的部位 跟男生有點不一樣 對 你知道女生的胖跟男生的胖 對 位置不太相同 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所以女生的胖都會 積在這個中間 你根本看我 對 中間跟大腿 看我看我 他看我 對 中間跟年齊的不是我 我怎麼這麼抱著說 你意思是我可能也 我懷疑我自己 我會提早到嗎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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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嗎 對 好 剛剛是先感覺以待保留 對 會怕說錯話什麼的 兩個受傷的女生 對啊 狼吞虎咽最主要就是說 你會在還沒有飽足感產生的時候 一下子吃進太多熱量 對 真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那我今天帶來的這一瓶是 裡面是全部都是純橄欄的 橄欄 就橄欄油添加的橄欄 對 然後它就是很潤 那橄欄可以幫助什麼 它可以幫助你在按摩的時候 肌膚皮膚沈了 比較不會因為可能過度的推滑 造成泛紅或可能說你要按摩 還要再適當的去補充一些產品 好香喔 對 它很香很舒服 真的你看你擦腳它也會 它也會亮 對 它也會亮 好香 對 很香很舒服 不如邱醫師 你幫韋茹擦好了 這什麼 不是 她剛剛在擦的時候 我還覺得是 那我們剛剛講腰部部對不對 你就是可能在洗完澡的時候 你就是腰部部 稍微像抹上來以後 或是你要擦Mina 那個熱熱的凝膠也OK 就擦上來之後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是這個 叫做按摩球 按摩球的話 你可以兩邊割一顆對不對 然後開始滾在你肉的地方 真的啦 這很幽默 真的嗎 它感覺很幽默 因為它有一顆一顆的 類似像血點的地方 給黑人哥 這大小 像小朋友在抽獎 沒有 你就是滾你要腹的地方 然後像肚子的地方 你可以順時鐘滾 因為這樣子它就可以促進你 對 它可以促進一些循環的 一些可能 比如說像嗯嗯 比較順暢等等 對 你不知道在幹嘛 你會有點害羞 沒有 你在家裡滾 不是叫你在外面滾 然後你滾完之後 誰會去外面滾啊 你滾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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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用手握拳對不對 然後用你的手的這個子關節 從內往內收 對 這樣從內往內收 這樣收 把它收住 收完之後 肚臍的地方 在化圓圈把它擦均勻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的腰部部 擦上這些可能有幫助的一些 保養品的時候 吸收跟它的按摩方式 也會比較正確一點 對 好 老師 我可以把它變進去 真的嗎 怎麼啃 怎麼啃 唇呢 又齒 好厲害喔 怎麼啃 好厲害喔 在嘴巴裡嗎 好棒喔 在嘴巴裡嗎 在這裡 好厲害喔 剛剛我們都拍到 在這裡... 你什麼時候... 在脖子啦 在脖子上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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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喔 好厲害喔 對 滿完整的耶 對 第一次要這樣 新才藝 好 第二次 習慣 嘗到那個手 好圓喔 好厲害喔 沒有啦 沒有啦 又高又帥又會變魔術 你現在習得騙飛飛翔翔的 對啊... 真的 還好 來 送妳們 送妳們 還送妳們 還送妳們 還算在滾肚肚的 魔術是人家撒東西 撒爆雞耶 對不起 那差了 等一下要盡量還一點 等一下還一點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狼吞虎夜 還會有一個帶來的缺點 就是之前神尾嚕 應該常常經歷一個 就是我不是每次都吃很快 對 然後狼吞虎夜很容易 好像一直會吃到空氣 睡到後來就會形成胃脹氣 然後就會一直嗝嗝 會瘋狂打嗝 而且妳會吃很多 然後妳就會很容易 肚子會很脹 然後可是明明明脹完 妳應該就會消了對不對 空氣應該會 跟著打嗝出來 或放屁出來 但沒有 它肚子就會變得很骨 對 然後就消不進去了 真的會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脹氣 我在問妳耶 萁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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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跟妳講 萁萁 萁萁不見了 萁萁 因為有些人他是這樣 他一邊吃 吃得很快不打緊 他還一邊吃一邊講話 對 可是吃飯都會講話快 但是妳講話的時候 妳會吞進很多空氣 對 所以妳會脹了很多氣在裡面 可是為什麼會消不掉 因為氣在裡面 它會干擾胃的消化 那要氣多久 氣多久 要排出來以後 所以妳會延緩它的消化 才會覺得胃不舒服對不對 對 而且真的大家就說 腰腹這邊真的很難受 然後像我常常就試很多什麼 擦的 然後按摩的 然後震動的 可是我這樣用下來 我就覺得效果沒有很大 然後我朋友就說 因為妳都很懶惰 妳都不遲之以恆 妳要遲之很長一段時間 對 所以我平常每天帶小孩累 都累得半死了 所以我真的沒有那個時間 去做這件事 然後我就想說上網查查 大家怎麼去處理 然後發現大家不是都會 就是抽籍 可是抽籍有這麼多種 然後像我這種生產過 又不愛運動的人 我就不知道 到底應該用哪一種比較好 而且脂肪抽出來 是要把它丟掉嗎 還是可以塞回去 對 可以打胸部 可以打在胸部上 對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抽籍很可怕 其實那個是 那是20年前的觀念 其實現在醫學很進步 妳知道嗎 6點鐘抽完脂以後 8點鐘可以去開會 妳可以相信嗎 天啊 對 我們的病人就是這樣 開會的時候 會不會一直發出陣痛 呃 呃 太痛了 不管你怎麼 呃 麻醉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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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在吃嗎 那 妹妹還有一個問題說 請問抽籍抽出來的東西 長得像什麼樣 對 像那個木花牛奶這樣 對 裡面有血 橘色的 現在的抽籍技術抽出來 長得不像我們失控吧 上面那一層 不是 是像有點像米黃色的那樣子 米黃色的 對 對 那個脂肪 現在我們可以加以利用 我們把脂肪 以前是敵人 對 像把它變成朋友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變朋友 都只是朋友 對 還可以幫你 就是說你哪邊不夠的地方 可以把它補回去 像胸部 很多女生就可以把它打回去 對 你知道 那你會以為說 這樣子應該是要痛幾個禮拜 一個月 沒有 但是邊走邊 太痛了 麻醉被跳 突然間在床櫃前面叫著 有些痛到要不叫在裡 想說什麼 幹嘛 都綁繃的 對 抽籍不是還要綁繃的 綁繃的 對 雙口不大嗎 以前的觀念是認為說 抽籍一定要綁繃 而且一定要黑色 然後還要這個什麼 要穿塑身衣對不對 還要按摩對不對 對 其實很多女生根本都沒有 還是綁繃漂亮 現在的技術印象 說實在那個做手術 熔乳 熔胸的痛是最痛的嗎 其實不會 恢復 可是不是要推嗎 因為要推 沒有 你講的是那個 假體熔乳 就是把你塞東西 那我講說 如果是自體脂肪 其實你打完以後 只有打得當下醒來的時候 因為比較變 胸部變大了 有點脹的感覺 但第二天 第三天 適應了以後 慢慢慢慢就舒服 以前的會痛嗎 以前熔胸會 會 熔乳的話 它是全身麻醉的話 麻藥退了的確這裡會很痛 而且要一直按摩 那個按摩的過程也是很痛 那個很痛 對 脹 對 像我自己也常常會這樣 狼吞虎咽暴影暴影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真的就是因為我們少 就是吃太少餐 如果我正常這樣三餐吃 基本上我就會正常吃 因為你不會太餓 可是我長根體驗 就真的是早餐吃完之後 到了晚上宵夜 才開始吃第二餐 所以你在等待那一餐當中 然後你會開始抱著 對 以神認證 這種運動讓你瘦得超漂亮 女生希望運動下肢 可是不希望什麼 不希望小腿變瘦 對 不想要蘿蔔 可是你們都去跑步 跑步的時候 你這個肌肉一定要離開地面 對 這個就會收縮 這樣會練打 但是這個不會 我隨身會攜帶一個糖果 然後這是日本還有名的糖果 就是讓你的腹部 滿30倍的一個小糖果 你看它這樣小小一顆 然後打開來之後 你會看到一顆小糖果 它裡面有一小點點 這草莓口味 這小點點有沒有 這裡面都是奇牙籽 也就是說你吃了這個糖果之後 你再喝水 你的肚子會馬上飽足感 然後你就不會擔心 你等於下一餐吃太多 對 因為奇牙籽會放大 對 這樣子有吃之後 你下一餐 你就不會想抱一抱死 因為你肚子已經不餓了 所以就會慢慢的吃 這個還滿厲害的 所以有奇異果跟草莓口味 對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奇牙籽其實 韋汝其實今天忘了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拿一杯水 把它泡進去 你會發現 對 大概是你們說 波風整個都滿起來 對 但它是糖果 對 而且丟進去黑豆水 黑豆水 這樣是對的嗎 因為它裡面黑豆已經很大顆了 而且奇牙籽這個 還有豐富的Omega-3 對 還有膳食纖維在裡面 老師要喝了 老師不可以 他不可以了 你喝光 他生氣氣了吧 生氣氣 你奇牙籽丟進去 對... 我們要把它攪散 因為它奇牙籽包在糖果裡 它糖果不一定 因為它融化不見得 可是它奇牙籽生產 不過吃這種糖果記得要喝水 對 你吃進去 就會感覺到 那顆粒旁邊有一個薄薄的膜 那就是奇牙籽那個包膜 會膨脹的地方 對 其實奇牙籽本身 就像你跟范范之間 就愛得很滿足 很大 很大 放不大 對 為什麼要拿我自己 因為 對 因為你在我心裡 就很像三磅跟兩天 三磅 雖然裡面可能是三磅 但是占得很滿 我們換個位置好不好 好 下一題 好 好 來 挑情結束了 挑情 第三個是什麼 一層樓也要搭電梯 又鬆爬不緊實 對 這樣嗎 邱醫師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說你都是坐電梯 不太走路的話 你知道你的腿沒有機會收縮 對 我以前常講 我說我們的腿肌 事實上是我們身體 最大塊的肌肉 如果你經常不運動 慢慢的怎麼樣 它會鬆掉 會鬆掉 不是 不運動的話它會鬆 軟了 會軟掉 所以這樣的話 你的緊實度不夠的時候 你的代謝就會變差了 所以會不緊實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對 因為其實你如果說 這個減肥的過程中 可能飲食不均衡等等之外 那可能忽胖忽瘦等等 你會發現膠原蛋白流失 身體就開始變得鬆鬆垮垮的 對 從臉 脖子 身體地方都會有 我今天來教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按摩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是這個 這個叫做彈力的緊實霜 它買來之後 它有這一瓶霜之外 它還附了一支滾輪根 小棒棒 這個是一起的 然後這個滾輪它可以滾臉 滾脖子 滾胸部下圍 為什麼要滾胸部下圍 乳昏 對 因為有些它可能 內衣穿著等等 它可能外擴等等 然後甚至你可能 這個手臂下面這些 會晃的現場 對 它可以滾到淋巴的地方 那我們來示範 好 韋茹借我滾一下好了 等一下像韋茹 韋茹的臉很緊 對 緊嗎 全身都很緊 自己講 我來試一下脖子好了 脖子 為什麼要弄脖子 因為脖子也會鬆 你會 而且你自己可以拉拉開 你自己脖子 你會發現你脖子拉起來 脖子比較鬆 比較薄 所以脖子很容易會有緊紋的人 會因為生活習慣等等 減肥的狀況 低頭也會有緊紋 對 所以脖子的地方也是要保養 那你就把它擦上來 然後我們這個輪廓線 也擦一點點 擦完之後 你可以左右交叉 比如說右手放到左手這樣擦過來 左手放到右手這樣擦過來 你掐他脖子 我是不是有猴截 我有猴截 你有耶 真的 你看 我真的有猴截 你怎麼突然變成這樣 因為他們很早期去泰國的 然後擦下來 你上來一點這樣 真的耶 為什麼我會有猴截 沒有 它是這邊 因為你很瘦 皮很薄 對 然後你拉這麼高 這假裝軟骨每個人都有的 那我看你有嗎 我有 我有猴截 更大嗎 你這什麼懷疑 你這什麼懷疑 小甜甜也有啊 我沒有啊 我沒有 好 然後這邊把它擦上來 然後你可以先滾 滾這個地方 你先滾過來之後 你看它可以順著滾對不對 記住你滾到這邊的時候 你的耳下一定要滾 好硬喔 對 因為耳下這邊 前後都有30到70%的淋巴結 這個堆積的地方 因為感覺有滾到骨頭耶 對 這邊輕輕按 好深層喔 對 這樣滾 滾完之後 你可以順著你的這個脖子的地方 輕輕往下滾 感覺 對啊 感覺 滾完之後 你再往上面這個地方收 然後這個中間這邊收 就是你耳下往下之後 在這邊往上收就對了 那我們在這邊往上滾 然後要滾多久 通常因為這個霜 它本身很潤澤 所以又透過是儀器 所以盡量比較不容易 被你的手掌的肌膚推開 所以你可以滾比較久 所以你可以在你可能洗完澡之後 看電視就可以稍微滾個幾分鐘以上 這樣子 然後滾完 然後我們來稍微用手 有緊緊嗎 對 用手稍微收一下 然後把它收掉 好 兩個臉筆一下 真的耶 你看脖子 你這邊好歪喔 你把頭髮撥過去一點 你一邊比較遠 你看他兩邊的脖子的地方 怎麼那麼明顯 你看輪廓線的 好上喔 你這樣 你好歪喔 你一邊很上去 我歪掉了 怎麼樣 你是沒有水平嗎 好歪喔 其實所以 我所以有按摩還是有差的 真的耶 我用正你臉 正你臉 我已經很正了 歪掉了 歪掉了 整個感覺是這樣 對啊 好像攝影機沒有弄平 好像有滾得比手 那種效果還好 可能就是你的力道 你可以用儀器 比較方便 立刻拉提耶 趕快救他另外一邊 真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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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收費 我有個朋友他是減肥減過頭 所以他雖然人是瘦下來 但整個人看起來老了三歲 因為整個臉就是鬆掉了 就不只是臉還有身體 然後他又覺得說 用那個滾輪 或者是做瑜伽 就是太慢 他想要迅速的 所以想要問醫生說 有沒有什麼簡單 又快速的方法 可以讓身體的肉 變得比較緊實 其實很多女生 跟我這樣問的時候 他問的肉 比如說我們有個女生來 這樣腿一抓 他說趙醫師 我這塊腿你看都是肥肉 這個可不可以把它抽掉 但事實上他一抓的時候 他抓到什麼 抓到肌肉 對 所以肌肉跟脂肪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對不對 所以我以前有教你們說 你們蝴蝶秀 你要先搞清楚 是脂肪還是肌肉 很簡單 韋羅我示範一下 你手心向上 手心向上 好 我們看看 你們醫生是一個很好吃豆腐的職業 這個是脂肪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這是沒運動的脂肪嗎 你是有運動 太有運動 太有運動 比較緊一點 你看喔 在往上捏的時候 會有一點咕嚕咕嚕的感覺 咕嚕咕嚕 好像有滑開的感覺 這個... 什麼... 用力掐上來 用力掐上來 不是 就是有塊好像被你一壓 它會滑動的感覺 像那個肌肉 雞腿肉那塊筋對不對 對...一樣滑動的感覺 這個就是肌肉了 這樣子嗎 對 所以... 那這個是什麼 你看 沒有啊 這是上面的肌肉 上面的肌肉 我又練過 OK 他有運動的 對 勾 金鼻勾 醫生看看 他剛剛差一點撞到 OK 所以我們要先搞清楚 是肉還是脂肪 對 如果是脂肪 就是要靠溶脂才能除掉 如果是肉鬆的話怎麼辦 就是要靠運動 運動 對 運動有兩種 你們要知道 一種叫有氧 一種叫無氧 大家都知道 這兩種運動 訓練出來肌肉是不一樣的 對 如果要像韋如這樣訓練 比較有點小老鼠這種運動 這個要做無氧運動 就是有舉重 有耐力 如果你只是希望緊一點 不希望變這麼大 那你就要做有氧運動 真的啊 有氧怎麼會喘的 有氧的心跳又保持在一起 跳來跳去的 像潘老師那種 潘老師那種 它是兩種都合在一起 跑步肌就是有氧 對 它有氧跟無氧都合在一起 但是很簡單一個道理 如果舉例 像我們男生不是練舉重嗎 對 對 你那個舉重一舉 大概10下 20下對不對 不會超過一分鐘 就沒有力了 這種就叫無氧運動 這就是練肌肉 可是如果今天換成一個寶特瓶 很輕 20下 100下 200下 好像都還好 這個就是有氧運動 對 這樣大家就會分辨了 對不對 就是一個能做多的就是有氧 不能做的就是無氧 是 做到不到一分鐘就沒力的 這個就是無氧 像我朋友的話 他是能做就不讚 然後能躺就不做 然後就是整個就跟貪爛泥一樣 真的 對 就是懶 然後跟他說這樣子 你的下盤真的越來越穩 然後他都還是不停 所以我想要知道 有沒有什麼方法 是讓他坐著也能瘦的 對 像我自己也滿懶的 就是有時候爬樓梯的時候 就是能一層就盡量搭電梯 就盡量不要走樓梯 對 但是我自己在坐的時候 我會用一種輔助器 就是剛剛邱醫師說那種 因為這個是不會動的 就是不會中 所以它是那種有氧運動 你看這樣可以這樣子夾 夾在腿縫中 就是日本的 然後這邊有一顆球 你看我現在把它移出來 這邊有一顆球 然後你就夾著它 有拍到嗎 這邊有一顆球 然後你就這樣夾著它 然後雙腳舉高 你這樣左右動 有沒有 你就可以練到你的腿的左右 你看我的腿側肌就練得到 就這樣夾 然後你也可以夾在 這個小腿下面這邊 然後這樣子轉 就像坐空中腳踏車一樣 但是重點是它不會中 妳說很吃力 他在那邊也很正確 其實我沒有做到很不正確 那邊要死不活那個 旋邊晃兩下 你坐兩下就很累了 他都沒有在做 不是 他其實是可以不用用這個 然後他是這樣子夾著 然後是這樣 他是要練你這一塊 好讓球 對 然後通過那個棒棒 這滿累的 讓球滾來滾去就對了 他是要練你大腿側面 這一塊肌肉 然後讓球左右這樣子滾 然後就會練到那個大腿側肌 對 然後有一點練到側腰 然後重點是它是輕的 不是重的 對 就比較好舉 對 其實 因為我覺得上班族 常常就是說 自己沒有時間運動 所以就會很多人提倡說 那我們就不要坐電梯 用爬樓梯的 類似取代的運動這樣子 但因為我就有朋友說 三十好幾的 已經開始那種爬樓梯 會傷膝蓋很傷身 不要啦 要坐電梯 其實今天就很傻眼 但是他手邊跟家裡 他有一點 他有一點要唱歌 他腹肌這樣 然後就這種 就很簡單 對 對 他其實滿無感的 所以想問說 難道這樣子的東西 就真的有用 然後持之以恆 你的確可以瘦身 然後又不傷膝蓋嗎 這不傷嗎 感覺滿傷的 我來說明一下 他剛剛有提到走樓梯對不對 其實走樓梯往上走 對膝蓋的負荷比較小 下樓梯負荷比較大 而且前一陣子有一位名人 也是下樓梯的時候 不小心 對 所以他風險是比較高 他這個踏步肌 我剛剛一看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好處 你知道我們女生 希望運動下肢 可是不希望什麼 不希望小腿變成 對 不想要蘿蔔 可是你們都去跑步 對 跑步的時候你這個肌肉 一定要離開地面 對 這個就會收縮 這樣會練打 但是這個不會 真的喔 對 因為這個剛剛 你看他這樣踏來踏去的時候 他沒有 他沒有離開地面 對 他沒有離開地面 所以他是大腿的肌肉在運動 對 那這種的話 其實不會胖到你的小腿 所以那種滑步肌也可以 滑步肌也是一樣 滑步肌也可以 就腳沒離開地面 對... 專家就專家 我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真的能夠走 能夠搭電梯死都不走路 而且一層樓 他都不願意走 而且他是很誇張喔 我們連去 就你 我們連去逛街 我們出國 就是明明就要看風景 走個路 他就是硬要坐行李 然後要坐地鐵 然後我們還因為這樣吵架 我們去香港 我找個飯店已經離地鐵很驕傲 他說沒有 那要過兩條馬路 那要過幾個路口 你不要騙我了 那還要過兩攤賣雞蛋仔的 然後在那邊給我大吵架 可是我一直覺得走路很好 是因為醫師你可以 就是幫我輔助一下 就是有一個走路 其實很多女生 會覺得很假的 但是你只要你夾緊 然後就是挺胸這樣走路 其實是就是 你會真的 其實這是有在練 都在練腿部跟你的那個 對 真的 你不要以為我這樣很假的 但其實我走在時代的尖端 而且我現在就在運動我的腿 我的屁股還有我的褲 是真的 現在要用力 對 就會用力 是真的 沒有錯啊 如果你在運動的時候 像他這樣的 如果你是只是散步對不對 那你只有下半身在運動 可是他這樣挺起來 他連上半身的肌肉都在輸出 他有一個 天啊 超簡單的瘦身法 等等大公開 有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不要去care那個卡路里 但是我們外食 可以吃到我們會開心的東西 但又不會三成肉 那如果說上班族很忙對不對 你也沒有事情 是在這樣調配的話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現在事實上有一種 這樣交叉 這樣交叉 你這樣 這裡就會很 這裡就會練到那一層 真的喔 對 你... 你為什麼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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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看 我不看 妳怎麼看 畫面也不OK 我很希望妳是我的瘦 我渴望空穴來瘦 我渴望空穴來瘦 這可以瘦嗎 這可以瘦嗎 可以成瘦嗎 怕我們會講那些 那個 真的很會告白耶 蠻直接的 這句很好玩耶 那你喜歡嗎 沒有 很可怕 我們盡量不要往那邊圈 我站中間很尷尬 好 第四個是什麼呢 一週三次以上外食 肚子有三成肉 真的 對 只是很簡單的道理 你外食一定是希望你好吃 會在一起吃 對 要怎麼樣才會好吃 高油 高糖跟高鹹 對 高鹽 這些東西熱量高 而且對健康很不利 那你看堆在肚子 是不是就是表示說 你看肚子的肥放 是對健康最不好 對 像我自己這樣瘦巴巴 其實我會很擔心我肚子有 特別是我沒有生過小孩的 你就會擔心肚子有三成肉 所以我最近 其實有在練那個核心 我除了就是這樣子稱帝之外 我還有這一個肩負器 它是有ABS系統 就是有自動煞車系統的 它是模仿車子那種煞車系統 然後買回來 它是這樣子鬥有沒有 一邊拔手 然後另一邊拔手 就這樣子卡拉弄進去 就很好收藏 底盆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梗跟這邊有沒有 有一個大母哥可以扣的地方 就讓你比較好施力 然後我買的時候還有 特別配一個這個墊子 它是這樣子墊膝蓋 讓你看 你就不用用瑜伽墊 你就直接雙膝跪在這裡 然後女生練的話 我除了這樣撐完地之後 我就會開始這樣練 因為它有ABS煞車系統 然後它又是仿那個車子輪開 好性感喔 所以你自己弄上去這邊 好性感喔 你會感覺到這邊腰 這肚子的核心真的有扣到 對啊 弄 到底 它停... 好威喔 你到那邊要停 到底很累耶 你到那邊要停一下喔 我要到底要停一下喔 我要慢慢來... 停... 停... 不是 這樣才有用 停 有... 再一個... 再來一個 再一個 為什麼 這樣才有用 就讓大家看啊 為什麼 為了觀眾喔 為什麼 停... 要停 停... 我真的不能講話 然後我通常都是撐完一分鐘 之後再坐這裡 你會發現你這邊 真的變得很結實 好厲害喔 像我們身外小孩皮 都是軟的 所以我覺得我練肚子 真的有差 我不信 我看 我們要看 翻起來... 我這麼想要撥啊 好 不然你們不要撥 你去後面給邱醫生看 我也不要給邱醫生 我的醫生比較健康啊 不行啦 這樣會變很重耶 你怎麼能撥開 因為它要有重量 這樣你才不會滑出去 就是安全的設計 而且是可以拆的是不是 對 它是可以拆 就收納方面 然後這邊又像它 像真的輪胎 就是有止滑的 你就不會擔心危險 我怕你拆下來 是很輕鬆嗎 很輕鬆啊 因為它那個拆下來 另外一個都放在整邊了 然後這樣子拉起來 就拆掉了 對 就很簡單 萬一你等一下收到 就少了一個 最後看到 在線包包裡面 拿這一根幹嘛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這個很輕鬆 這樣騎摩托車的手把 這個很重啦 其實還好是切的 這個是重的 因為你一定要有重量 你這樣滑出去 才不會滾出去 蠻重的喔 你說比較安全 就是安全 騎摩托車用啦 這個很乾 就一找一找不到是不是 這... 這是什麼的一回事 在包包裡 衛生紙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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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緣法的意思嘛 對 因為其實 對 讓心情開心也是 可以幫助瘦身 真的是好 對 所以我覺得 對 Yumi說說 對 像我們上班族 一定都是吃外食 對 根本就沒辦法 因為你回到家累得要命 然後可能自己帶來便當 所以我想知道 有沒有什麼就是方法 是外食吃了 然後不會變胖的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講說 可能外食少油少鹽 對不對 對 其實大家可能在選擇這些材料 比如說可能有時候會吃什麼生菜沙拉 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你真的是 比較正常一點的話 你是不是外食主 盡量還是以一種比較新鮮的 新鮮比較有溫熱的菜為主 不過大家會想說 這樣子的菜是不是帶去辦公室 或自己在家裡做會很麻煩 我今天有做來是很方便的 對 第一個 第一個你就可以準備這個 所謂的悶燒罐 所以悶燒罐很方便 好鹹味 然後你就把這個葉菜類 要準備葉菜類把它放進去 好 現在會熟嗎 它塞滿滿 對 放進去之後 然後我現在準備這個是那個 熱水 熱水 剛剛她明明有熱水不提供 生菜 大家早半天還要 直接把它加起來 對耶 對 她剛剛明明就有熱水 明明有熱水 不讓我泡起牙子耶 而且這裡有容器可以泡 還是我的Halo Kitty 還是我的Halo Kitty 也不拿出來 熱水泡起... 那是很熱的熱水耶 它這是滾開水 對 滾開的 起牙子不能... 聖子老師沒那麼壞事 起牙子不能泡滾開的熱水 因為它營養成分會流失掉 真的喔 所以只能泡溫的水專業 專業 真的啦 真的 只能... 最好是泡溫的水就好了 老師好厲害喔 就吃那一片葉子喔 沒有... 我現在是教簡單的方法 你這樣搖一搖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把這個水倒掉 你是燙青菜那種 對...很方便 就保溫杯作菜 其實現在還滿流行的 就是野餐呢 或是在外面其實會這樣 那我現在把這個水倒掉 你不要燙到喔 不會... 然後弄點醬油就可以吃了 倒掉之後 你看我就準備 其實7-7不是比較快嗎 把溫和 對 沒有只是說 有時候你在家裡的話 燙好了 你放一片進去 怎麼變那麼多 因為我剛剛有先喝了 你是不是 我剛剛有先喝了 我看那個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就放一些 如果說你要調味 你就加一些調味 那看你要不要調就好了 對 然後很方便 你就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搖一搖 好 讓它的味道可以聚明 對 然後味道看你自己 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如果說你不要調味 其實你單吃菜 它就有它的甜味在了 老師你要不要吃吃看 好好吃 真的啦 老師你怎麼會對菜 第一次受到疑惑 不是啊 就是 都要結束了 好吃耶 為什麼要吃這個呢 因為就是它還是熱的 然後它起碼 還是熱 對 就是有些人 他自身在沙拉嘛 它起碼它是熱的啊 對啊 就是菜蘸醬油 對啊 它是熱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你把雞胸肉 在家裡可能先燙熟 然後你帶到辦公室 也可以用微波爐 然後現在市面上 如果說你要調味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黑胡椒粉 然後市面上還有在賣這種 滴嫩的調味醬 不過我只加了一小匙而已 這樣這麼一大包才20幾卡 好低耶 對 老師你可以吃吃看這一個 好 這個肉我可以吃 對 它就是純雞肉 然後加黑胡椒 一小匙就有醬喔 對 很入味 一小匙 老師你吃吃看很好吃 不過這有點冷掉 因為我剛剛出去弄它 很好吃啊 OK 對啊 有味道啊 可以 對 然後你也可以準備一些 可能像蔬菜 然後還有準備像你可以帶番薯 好 澱粉 地瓜對不對 然後裡面可以放一些蔬菜跟蛋 這樣子 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可以用微波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 就是蛋白質 澱粉 然後跟你所謂的肌肉裡面的 這樣子營養均衡 健康 對 可是邱醫生 因為我覺得他這樣子是沒錯 就是可是你不覺得 如果每天吃這個會心情很不好 但我覺得瘦身最主要 就是要開心快樂 如果外食來講 肚子會有三層肉 就會相對可能我們就會變成 我們要講究它的卡路里 卡路里要低 可是有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不要去care那個卡路里 但是我們外食 可以吃到我們會開心的東西 但又不會三層肉 好難喔 不會啦 其實Sam的這種概念是正確的 我就不要他這種方法 就是不要這樣泡來泡去弄的東西 那如果說上班族很忙 沒有時間去這樣調配的話 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現在事實上有一種代餐的概念 就是說你只要三餐當中 用一餐或兩餐來用代餐代替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就沖水 然後代餐 它裡面礦物質 營養素 維生素 都夠的 對 但是熱量低 這樣的話就有達到 減肥控制的效果 可是有美食沒因緣 怎麼辦 但是 真的 Sam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一句話 沒有 好好吃 他也說好好吃 真的 因為他剛剛 沒有要講 因為我沒吃 老師剛剛一點死不講 然後球一直在講話 他自己Cue我 對 好濕喔 對 眾人頻頻點頭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不是 因為 因為這就是 不是因為你剛剛會覺得說 可能如果做常用吃醬 會很乏味 你看啦 然後回來講 不過其實還是很酷喔 你只說OK 你就講說 對 這個心態你知道是什麼嗎 沒有... 他沒辦法 真的啦 好好吃喔 好 好 謝謝我現在要講 真的啦 他已經收回了啦 憲哥 好 好 因為這個感覺就是 一個小蛋糕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而且我用雞胸肉 他有在叫雞胸肉 還要認同他 應該這樣說好了 我替Sam老師說 有菜有肉但不油 對 但又能入口也只能這樣 對啊... 因為只能在這裡呢 對 就是方便嘛 但是我要補充一句話 不講這個 當然我補充一句話 有一句話說 如果你每天過豬八戒的日子 你怎麼能希望 有舒服空的身材 對啊 對不對 褲醫師 你說好吃 你藏在嘴邊你 我不知道你能喝下去 假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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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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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愛皆學那麼多 也祝各位觀眾朋友 減肥成功 好 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